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《非诚外传》基因的小说的系统来讲 它是一个挺另类的作品 区别于金老爷的所有的 龙大的世界观 是一个接地气 专门写人从青少年成长为少侠的故事 没有人说 你害我爹娘 又对我买完之交究竟为何 《创伴主》原著的基础 尽量还原那个书 《清朝的名》是什么呀 他们还要有创新和还原之间 把这个度我觉得是以后所有人下去 要思考的方向 造型啊 怎么能够接地气 感觉跟以前所想象的这种 清朝入关以后的其他服装不一样 突然就很僵 包括这个造型 其实我蛮喜欢这种一根麻花变 就是很利落 最喜欢的是出场的描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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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算一些树 写实性的设计 近几年吧 我觉得也算 我们还是动作戏的一个方向 现在要符合于年轻的观影的水平 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些试验效果 结合我们这个人物的比较显示性的打斗 综合在一个领像的体面设计 我们有很多这种去抹人的动作 它其实是缩短距离 然后它越短就越斜 但是它的威力也就越大 看起来很简单 石打石用武术的方式 石打石的展现 可以赋予大戏更多的情感 很多的意义 这幻算是一个特别棒的武侠艺 它的色彩满满 人物丰富 在一个新的武侠实验里面 一定会让你去美好的期待 您先走了 小余 vähän 您喜欢艺建训 多谢